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事件 因疫情中斷兩年的拉飛機比賽 9月17號在華盛頓杜勒斯機場回歸 一起來看看一群人如何徒手拉飛機 手拉著繩子 一群人起力往後拉 猶如拔河比賽 只不過對手是台巨大的客機 這是每年在為金尼亞州華盛頓杜勒斯機場上演的拉飛機比賽 在疫情中斷兩年後會不舉辦 目的是為了幫特奧會籌款 這其實在德勒斯機場開始了30年前 從那裡這個概念已經被剪掉了 現在還有其他機場也做了 今年約有將近100隻隊伍參加 每隊25人 居降一架82噸重的空中巴士A320 或波音75旗客機托動3.6公尺 速度最快的隊伍獲送 我們非常興奮 我們跟Amazon隊伍 這是我第一次做特別的隊伍 所以我很興奮 我邀請了幾位朋友們來參加支持 這是非常重要的支持這些隊伍 拉飛機比賽自1992年創辦以來 已籌集超過300萬美元 現在也有其他城市舉辦相同的比賽 特奧會是世界最大 專門為智力或身體殘疾的兒童和成人 舉辦國際性運動競賽的體育組織 過300万美元